陪田客家家族用于祈求平安的 还有多达21处的古祠堂 其中 衍庆堂是陪田无事的祖祠 规模也最大 衍庆堂实建于明晨化年间 初为家宅 后扩建为祠堂 衍庆于是这客居异地的中原移民 在聚足儿居中对宗族绵延的展望和追求 古村落规模宏大 建筑精美的祠堂 要数横宫祠和九宫祠了 这两座古祠继承了京式建筑手法 与北方牌楼建筑可谓一脉相成 横宫祠门庐斗拱上镶嵌彩七化 历三百余年而经就不退 人物图案线条依然清晰可变 九宫祠门庐五重斗拱 有大唐一封 鸡尾富丽